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请你们来 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 这是刚刚出炉的桌座 请二位晓纳 可真是太好了啊 等等 等等 没完呢 没完呢 我这字啊 它不能白写 它要收润笔的 众福兄啊 你的字是字成一体 比例雄见千金难求 只要先生愿意给我们写 这个自然不在话下 好 那我也不多收 每副字两百大洋 放心 没问题 好 别 别 别着急 还没说完呢 我呀 要写 就不止写一副 每月写一副 二位 你想如何 每月一副 对 不 这有点奇怪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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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难得啊 每月一副 我 我跟众福老弟这么多年 手上连他一副字都没有 那是 怎么样 你们收不收 收不收 我收了 梦州兄 众福兄 你们这是醉梦之义 不在酒啊 是啊 每月一副 每副二百 我们收了 收了 好 梦州兄 你何懂 梦州兄啊 你刚才那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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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太假了 啊 哥 嗯 贺年也就算了 但梓美她是个小姑娘 她能喜欢这玩意儿吗 我还想给她买羊娃娃呢 咱哪有钱啊 快劈吧 这大热天的 你们俩在窝骨头什么呢 热不热呀 来 吃西瓜 吃西瓜 来 喝甜了 来来 谢谢你 谢谢王伯伯 嗯 我跟你们俩说啊 一会儿你父亲 要和几位重要的客人 谈大事 你们得顾前大局啊 顾您像上次 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青蛙呀 蛇呀 乌公冲出什么 烂七八糟的妖格子 再那样做 我不答应啊 这什么 给 给梓美的 我刚才跟你说的 听清楚了吗 您放心 我知道轻重 我跟他的过节 那天就已经讲清楚了 不会再难为他 这就对了嘛 你父亲是干大事的人 我们可不能让他分析啊 祝福啊 行言兄 可把你盘回来 想死你了 快快快 周小学 行言兄 你好啊 来了 我 我 那真是给自卑的 那还有给贺年的 行行行 你们俩在屋里别出去了啊 顺便给你席过 好 行言先生 孟足雄 欢迎欢迎欢迎啊 来来来 快请坐快请坐 坐坐坐 坐 坐 回了见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 路上多耽搁了几天 怎么样 上海的形势如何 反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 势不可挡 只是元党的镇压手段 也越来越凶残了 是 各地都死了好多人 不过我坚信他们的牺牲 是不会白费的 话说回来啊 众佛 你这办事效率历来的高啊 一下子就聚集了这么多的通知啊 不是我办事效率高 是大家都急眼了 憋这么长时间都快疯了 这总算有机会 能不积极吗 是啊 是啊 那咱们开会啊 让我传达一下 中山先生的指示 好 现在的形势 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世界上 列强在欧洲打仗 顾不上我们中国 而在国内 袁世凯为了顺利称帝 加大了对反原人士的镇压力度 可如此高压政策 反而让我们获得了 大量群众的支持 由此 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 要求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莫马立兵 一旦时机成熟 立刻举兵护国 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 我得众部先生的说一下 以徽乡办杂志为名啊 组织了一支队伍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 只要云南一起事 我乡人首先想赢 叫他一个天翻地覆 干得漂亮 我怎么觉得是仲府在坐镇中军哪 真的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听说你有大手笔 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呀 这个打架 吵架的事做不了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写字 这两个月我跟易白沙足不出户 办了一本杂志 叫青年杂志 本意是鼓吹新风化 宣传新思想 造就新青年 就是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来替代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 跟科学与民主的旗帜 重塑一代新青年 这是创刊号的草样 各位先生指教 众部兄 这封面上怎么是个外国人 这是谁啊 卡内基啊 钢铁大王兼慈善家 他是苏格兰人 十一岁破鱼生计移居美国 为了糊口在纺织厂打过工 烧过锅炉 做过快递员 后来靠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 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创建了与洛克菲勒和摩根并历的 钢铁帝国 成了美国经济三大巨头之一 我之所以把卡内基 作为我们创刊号的封面人物 就是想告诉我 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们 天下的路 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 有智者施敬成 众佛 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我双手赞成 可若是你全盘否定孔子如雪 我不再成 金元兄 不是全盘 你听我慢慢地细细地跟你说 好吧 来 有人说 你陈独秀创办杂志 是为了唤醒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 那么这个觉悟究竟是什么 大家知道 道光年 林则徐进了鸦片 英国人就打进了中国 人家船奸泡利 我们一败涂地 于是有人就提出 要师宜长计以制宜 这是第一道觉悟 知道自己济不如人 要向人家学习 后来 有人也进一步认识到 我们不光济不如人 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 洋人有比我们先进的制度 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晚清新政 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建立了共和 这是第二道觉悟 可是建立的民国又怎么样呢 洋人照样欺负我们 老百姓照样吃饱饭 这是为什么 这就不光是我们 既不如人 制度不如人 最根本的 是我们思想 道德 理念 不如人的先进 所以我说 所有觉悟归根结底 就是思想的觉悟 道德理念的觉悟 这最后的觉悟 说到底 人的觉悟 这最后的觉悟 就是要换马子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来塑造新一代青年 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 我以为 应该有六个标志 一 自主的 而非奴隶 二 进步的 而非保守 三 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 而非锁国的 五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第六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六条标准 总的来说 就是科学与民主 要造就一代新青年 唯有 用科学和民主并重 科学与民主就是 检验政治 法律 伦理 学术 以及社会风俗 和人们日常生活 一言一行的 准胜 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 哪怕是 祖宗之遗留 圣贤之垂教 社会之崇尚 皆不值得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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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和民主 是朝阳 而现如今 国家 却是一个被捂得 严严实实的 发着霉 烂着窗 流着浓的老房子 怎么样才能让科学 和民主的阳光 照亮房子呢 过去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推倒老房子 可是你推倒了这房子 那霉 那窗 那浓 还依然藏在里面 长出来的还依然是 腐朽的藏东西 所以 中国要强大 我们不仅要推掉那所房子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 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 来武装我们的青年 怎么武装 大家都在探索 我的意见是 先让我们 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 先从我们说话写字做起 提倡白话文 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 写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 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 来启蒙大众的思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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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应运而生 我说这个陈独秀 还真不是一个说公话的主 刚回国几个月就办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 哎 现在虽然是深秋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从他这本青年杂志上 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道 陈独秀 不简单哪 终于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大雷 对 我现在算是终于明白 他这个自觉心是什么意思 首长兄 两个月前你还整天嚷嚷的要批评陈独秀 悲观厌世的自觉心 这一转眼怎么 你就成了他的死党了 对不对 岛上纲两个月 中原已千年啊 想当初他说不能把爱国和爱那个腐朽政府相提并论的时候 那多少人骂声一片 可是现在呢 岛原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共识 是 在这一点上 你不得不承认 陈独秀还是眼光独到的 对对对 太多了 你hold死我 一汉 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 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这个数我念不下去了 这是他给我的来信 希望咱们中国问题研究会 永远给青年杂志投稿 来 放过来 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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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就是他 你这怎么把象也能 destru 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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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鲜的 这蒸友也贴造势 咱们是为这个二十八化生 招亲娶媳妇吗 一王先生 来 有 杨世子 来 尝尝 好嘞 你也来一个 来 这同学 你误会了 他呀 是想找一个能够同心协力 报效国家的郑友 好 气势不小 你们这里倒有点桃园解忆的意思啊 这二十八化生是哪一位有 妈 二十八化生是毛泽东 润枝啊 润枝啊 这牙子厉害喽 打扰一下 请问你们谁是二十八化生啊 你好 你好 我是来应征会友的 我叫蔡和森 你好 你好 这位是萧子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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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手上都是油漠 陈昌 陈昌 你好 这位 这位是何淑恒 你好 你好 这二十八化生是 他一会儿就回来 先吃饭吧 好 好 我逃到宝贝了 我逃到宝贝了 二十八化生回来 大妈 您辛苦了 任真啊 你这唱的哪一书啊 纳于大陆藏之名山 对呀 书经曰 纳于大陆 列风雷雨浮迷 二十八化生 我相信天必将大人于私人也 任真 新朋友 匡妇蜀何人均为知音者 这位新朋友 请问尊姓大名啊 尊姓不敢当 不敢当呀 我叫李立三 湖南李宁人 我是二十八化生 毛泽东 你好 你好 请坐 先看看我的宝贝 好嘞 什么宝贝呀 来来来来 帮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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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就知道了 来 看看 这就是我的宝贝 一人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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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这个争友会 别的不谈 就谈这个 来 看看 你先看看这个 看看 看看 这真是宝贝呀 诸位 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 杨昌记先生 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 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这润桓说得对 这个就是救命的药 我刚才只是简单地 浏览了一下创刊词 看到这个啊 禁告青年 我就已经觉得 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 啼呼灌顶 啼呼灌顶 任志啊 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杂志 你这个月吃什么呀 吾有此书足矣 任志啊 你就安心读你的书 要是真饿肚子了 就到葛妈妈这儿来 保准啊 让你吃个饱 来 好 来 我还真饿了 你还真提醒我了 葛妈妈 记得辣子多来一点啊 要辣得狠的那种 好 够你亲爱的 谢谢您啊 各位 我现在回身都是劲 咱们不是一直在说 要再造新民吗 那何为新青年呢 陈重甫先生 就在这里 谈到了六条标准 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 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 而非所夺的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说得太好了 仲甫先生提出的这六条啊 正是我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对啊 这六条标准虽好 但是我觉得啊 还不够全面 此话怎讲啊 此话怎讲啊 我觉得啊 至少再加上一条 健壮的 而非体弱的 愿闻其强 各位啊 这我国诗人啊 文哲者多 武风不振 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 筋骨强 方能气力雄 才能真正把外国人 叫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 彻底地踩在脚下 说得好 有道理 我赞同 我也赞同 我也同意 我也赞同 对 我也同意 面湿了 别忘了 别忘了 怎么这样 文勉其思想 也满起体魄 心力体力合二维一 世上事未有不成 各位 尼长 你 long 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投稿青年杂志 好好地谈一谈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 好 好 好 和许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 青年学子一样 毛泽东被新青年打开了眼镜 他开始寻着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 这期间 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各位徒书 我看了这本新出刊的青年杂志 一下子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 禁道青年所吸引的车 它就像一盏灯灯 照亮了我的心智 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 所学所行 实在是一无所取 所以我打算更换一下我老多的膨胀 读一读这篇禁道青年 同大家一同分享我心中的快话 国人尔玉托蒙媚时代 修为浅化之名义 则集体之追 当以科学与人权定重 事不知科学 顾惜阴阳家福瑞无形之说 祸事无名 农不知科学 顾无则种去虫之术 宫不知科学 顾祸器于地 阳挤于异国 山不知科学 顾为时亡取尽力 未来之胜算 无容其间 一不知科学 既不解人参之构造 宇宙间之势力无穷 科学领土内之高于代辟者 正字广阔 青年免呼哉 来 至连中的夜 firm 青年路29 10少热 每中归的中国的 都不是 证度啊 两场亚fendim 从十人 商人 四家 都进行 研究 英农 一 我知道 母带 看一看 瞧一瞧吧 青年杂志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 看卡内基如何圆了美国梦 从打工所到江泽大航 咱们看一下 青年杂志 你看一下 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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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一期的青年杂志 你看一下 青年杂志是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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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 我的这位小乡党名字叫胡适 这孩子十九岁啊 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 先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农学 后来改读文学学 今年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同那个著名的教授杜威 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也可以说这孩子 文史哲是样样精通的 师父 看了咱们的青年杂志 很激动 就写了这封信了 他想写一篇关于 文学革命的文章 所以我就 征修一下你们意见 太好了 文学革命这个题目太好了 爸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学生 能够对我陈都秀办杂志的心思 看得这么透彻 奇才啊 知音啊 众父 过了过了 郭雅紫期啊 过了过了 众父 一个后生的来信 你至于那么激动吗 太夸张了吧你 半点都不夸张 思想启蒙不能空谈 要从具体做起 要着眼大众生活 文学革命厨艺 这篇文章要是写好了 那就是一颗炸弹 白莎 后生可畏啊 这个胡适对我们的青年杂志 太重要了 一定要抓住它 正福啊 这个时代 还有能入你陈都秀发眼的奇才 这可真不容易啊 不过你也别想得太好了 人家是美国的博士留学生 还是杜威教授的门徒 那是你说抓住就能抓住的 人家身在美国 那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 不不不 这个我给大门了 她学生之后 肯定回国 可以见得啊 这个胡适啊 她是个孝子 她在出国留学之前 她母亲呢 就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 这个她母亲抱孙子亲戚啊 就三天两头地 给胡适写信 说学生以后 先回了完婚 她不敢违抗母命 这个人真是太好了 想法太好了 什么 抓住她 她一回来就抓住她 徐曼 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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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怎么咳这么厉害啊 吃药了吗 吃了不管用啊 吃了不管用 那药得坚持吃 不坚持吃怎么管用啊 我都吃光了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嘛 吃光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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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干活了 行了 行 信无信了 行 信无信了 哎呀 你让我在这儿坐会儿 我透透气 那你等着 我拿钱买药去 哎呀 你不用去了 抽屉里早没钱了 上个月你给我的钱都用光了 我这儿就是老病根了 人认就过去了 没事 我死不了 高军曼 别干活了 那柴火你布匹 也死不了人 屋里歇着下 等着我 柴火布匹 死不了人 那柴火布匹 还过不开不了呢 来 柴火 这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药喝茶自己倒啊 算账呢 我今天啊 跑了一圈去收账 到今天呢 咱们的青年杂志 一共销售了是两千本 收支平衡 本金基本上回笼 这太好了 这是个好事情啊 孟总 我那个 这一期的稿费啊 编辑费啊 这个算不算本钱里的 我现在算的是大成 还没来得及顾上你 你别啊 你也顾得上我啊 你这本金都回笼了 我那个稿费编辑费 是不是也得 回到我这儿来 好 那我现在 就顾及顾及你啊 好 我想想 我想想 你的稿费 编辑费 总共加起来 是一百三十八块大洋 但是呢 你只借了三次钱 一次是四块 第二次也是四块 第三次呢 是十块 一共十八块 一百三十八减去十八 你时得的呢 应该是一百二十块大洋 对吧 我现在就给你啊 五十 一百 一毛 你收好了 我借了三次钱 两个四块的 一个十块的 我怎么没印象呢 这些事啊 你就不用考虑了 这是我管的事 你那大思想家 就尽管来放光芒吧 郑总啊 你说这袁世凯啊 这个铁了心了 要当这个皇帝 是天怒人怨 这当局呢 现在也没那个时间 顾得上革命党人了 这个时局一宽松 这商机他就来了 我想趁势而上 出去招呼 你这个大名人熟人多 多拉几个有钱人来入股 咱们这个杂志没准 他就排活了 好 没问题 你负责找人 我出面 只要能把杂志办好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方伯伯 方伯伯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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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今天下雨没法出工 郑总 这个延年抢年在这儿做编务 是不是也应该有工资啊 我给他们 延年不要 说这工资呢 就抵了在我这儿的住宿费了 我正想跟你说的说这俩孩子的事儿 我正想跟你说的说这俩孩子的事儿 这白天在搬远站打工 晚上回来到我就当编务 还要学习华语 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太累了 就是说 现在他们哥儿俩 生活费用 都是靠那个搬远站的那点工程 是啊 是啊 我还听说 他们在搬远站啊 就打工的时间延长了 我悄悄地问那个乔年 我说怎么回事儿啊 他说呢 是为了学习华语的载学犯 你说怎么办 这孩子你说现在 他正长身体的时候 这样的话 他不把身体累垮了吗 你说怎么办 你说 哎 他们俩的那个编务费不要 你应该给我呀 我是他老子 应该我 我收着也 也正常给他 什么呀你这是 一码亏一码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年年把这工资 就充了在这儿的住宿费了 你还说你儿子跟你很像 一点都不像 他呢 给钱不要 你这儿还跟我没完毕了 我的天啊 这是五个块大鸭 一百块大鸭 这二十 爸 你股重多高 听我说 这钱啊 是我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 明白吗 我敢走 豆腐 豆腐 你都给了 孟宗 你说刚才 我说什么 我借了三次钱 两次四块一次十块 那什么说事啊 我怎么一点没印象 你给我看看账 别跟我说这些了啊 我再质给你点 不是再质给我点 看看账 我怎么就没 站住 陈阳俊 这个钱是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 我有错吗 不需要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你最反对我的是什么 你这个人太贪心 既想要家 又想爱国 我既想要家 又想爱国 这两者有矛盾吗 有矛盾 若要爱国 则必舍家 否则你只会给家庭 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真的觉得 你坚持得有价值吗 至少目前是 好 那你坚持吧 走 走 连连啊 连连 连连 祝福 祝福 老想弹 老想弹 一弹就崩 odor 方 又 我 都是我把你给害了 当初 我真不应该非要拉你来 当这个民谊杂志的主编 你本来在留日学生总会 文氏委员会当编辑主任 已经都非常忙了呀 不干你的事啊 是我自己喜欢编杂志 现在袁世凯当了皇帝 国内已经乱成一国洲了 我根本静不下新来读书 你有什么打算 先全心全意地 把民谊杂志创刊号编号 让它成为海外讨员的号角 然后我就回国 什么干账 听你的秘书我也坐不住了 反正我也快逼啊 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回国 不过话说回来 针上火线 扛枪打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 谁说讨员非得真刀真枪啊 人家陈独秀稿思想启蒙 那是一样讨员 而且是从根上套 不比枪炮的小火茶 收场 听说他的杂志遇到了大麻烦 已经停刊了 我知道 小麻烦 差不多快解决了 换一个刊名就行了 我现在正在为他的复刊号写文章 是吗 我看看 青春好题目 这么长 我给你念念 你看就看去 好 好啊 地球 地球 集成白手 无人 尚在青春 以无人之青春 柔化地球之白手 虽老 犹未老也 是则地球一日存在 即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 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 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一九一六年 李大钊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青春一文 文章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人生态度 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 提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 号召青年 充决过去历史之网络 破坏臣府学说之领域 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改造自我 以青春的朝气 青春的理想 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建立青春之中华 快快快 冬坏了吧 快来考考虎 快坐 快坐 考考虎 知道我回来了 你们还来看看我 好 反观你们的父亲 也不知道他是不欢迎我回国呢 还是怕我抢了他的彩头 跟我耍大牌 你说都这么久了 他也不来看看我 真是连孩子都不如啊 陈独秀忙什么呢 青年杂志跟人家重名了 让人家告了侵犯明昱权给听刊了 他就一直忙着打官司呢 谁这么没有眼力见 敢跟启蒙大师陈独秀打官司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他了 你们怎么样 生活的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们不怕辛苦 我俩一直在青空俭学 过得很忠实 好 好啊 我没看错你们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趟回国 一是相助导员护国 二是启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你们不是要去法国吗 我来考考你们 当今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是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简单哪 谁告诉你的 我也是偷听到的 相反同志开会 陈独秀给大家 讲了一上五的进化论 说物竞天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陈独秀这是坐锦观天 他是指知其一不指其二 其实当今最流行的理论 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而是克鲁炮特金的互助论 来 这是我特意从法国 给你们带回来的一些资料 你们好好看看 我保证 随着你们对他越来越了解 你们一定会深深爱上他的 看看 看看 一九一六年三月 在海内外一片声讨声中 袁世凯被迫取消地质 一场丑态摆出的 复辟地质的闹剧 夭折 自辛亥革命以来 由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主张 脱离中国国情 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中国资产阶级 得不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 四处碰壁 屡战屡败 处境艰难 代表中国封建势力的袁世凯 篡夺辛亥革命成果 被唾弃而死后 流亡海外的革命者 纷纷回国 李大钊应邀赴北京 担任陈中报主编 此时 经过导员运动的洗礼 初步接受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的李大钊 已经成为了 充满新思想的革命家 兄弟啊 家在哪儿住啊 有地摸摆 见面一个 这话怎么说 拉车的 抓靶式的 剂头的 杀猪的 开关山的 兜住咱们那边 那你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没法过呀 都苦到顶了 老魏的话说啊 就没过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